北京阿姨啊 你好 今天我想咱们的一个问题啊 好吧 南亨店半个人了 只拍了一天戏 那你这个钱够叫房租吗 不够 不够叫房租 不够花捞本嘛 钓两条鱼 两条鱼也也也也没也没钓也没钓上 他们说你这个在这拍戏的亏钱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在这做呢 喜欢嘛 小时候老看电影了嘛 特别羡慕这远远 然后呢 大了以后就电视了 那有网友帮你找份工作 他说你是那个是洗碗一个人两天五 啊 洗碗 在东莞那边 我可以 洗碗可以 对 我就是洗碗它不包住不包吃 包吃 就是不包住包吃两天五一个人 可以可以净胜 净胜落手里两天五 这可以考虑 在那个餐厅洗碗呢 也学到很多知识 会配菜 嗯 然后有些菜呢 就是掐头去尾 选好的位置 嗯 然后有那个 他们说你这个拍戏的话 他说你搞不了钱了 他说你在这边混的 换我吧 他说你在这边待着的话 他说你没 这不喜欢的 他说你住小灯啊 他说你会不会住小灯 不会的 不会的 他说你钱的用完了 你 不会的 没有钱吧 那所有老板都吃完了 嗯 现在主要是岁着大嘛 找会儿不好找 你做保姆 花一千五 学着育婴师 人不用我 不要你说 说怕我那个我瞌睡了 给孩子摔着 那经历不足 一过五十 经历就不足了 我说你还是找份工作 好吧 刷完就可以考虑 就是吃洗碗上了 洗碗的话 三个工资低点 但是 稳定嘛 净胜 但是工资稳定的嘛 一天管两顿饭 对啊 两顿饭 住房的话三百块钱吧 净胜了 吃饭的话 反正一个人能够呈一千块钱 还要呈到了 对不对 你拍戏的话 你在亏本 你知道这个时间哪里亏本的行业 对 今天有活 明天没戏的 对 那我拍戏的话 我一个人就搞三百块钱拍戏 我上次就拍了三天戏 然后别人都把我开除了 所以我都拍戏 别人不要我了 你看我现在拍戏的视频一个人没有玩 不是 把我开除了 现在不要我拍戏了 所以说你教育我 不要一根筋 我不要说这不行 明明碰了 头过去都还要去做 你这个年龄的话 挣的钱养老 嗯 好的 老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他们说是用命换钱 老了用钱换命 嗯嗯 所以说现在要把身体保护好 对啊 到时候你生病了 有潜质的嘛 身体就跟那个零件似的 经常保养好了 要保护好身体 保好每个零件 我特别懂得养生 要对自己好 你还是要多挣的钱 要实在点 对很飘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对 当然以后有了病了 咱俩钱上药道院 对 嗯 冯头有了病再着急就已经晚了 对 嗯 现在比较现实 是高科技 但是还要有钱的 没钱 是寸寸不行的 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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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